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 我們看到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他最新 去到日本的國會 通過市長 再次 在西方的 民主國家 演講 遊說政府 當然日本 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已經斷崖入歐 成為了西方一個文明國家 當然日本戰敗之後 曾經沉淪那段時間 不過 由於跟對的大佬關係 跟著美國的個個都發達 戰敗國日本和德國 戰後成為世界第二 第三大經濟體 你也不要說不厲害 總之跟著美國的也發達 鄧小平說的 跟著俄羅斯 跟著蘇聯 個個都閉毅 Hell 假製羅斯覺得 在整個份的 暫時來說 是全世界 在最多的 在整個分校的國會演说的 總統 는 Nord치 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個總統 可以在 美國 德國 意大利 日本這些 那麼多個 先進的國家在演講 最新當然是他到了日本的國會 通過時像的方式 對 日本國會議員進行 遊說 他在演說之中 日本提供的援助 以及日本是亞洲 第一個對俄羅斯作出制裁的國家 他希望日本 可以繼續給予烏克蘭的支持 為世界帶來和平 我們 要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昨天的直播 就出現了一個故障 就是斷線 我們 基本上就在那裏 已經動不了 按了暫停 誰知道 我們看到畫面繼續 我們的手機就做不到 但是畫面繼續 有大量的網友滯留在舊的畫面 然後我們開過新的 很長時間都是一個顯示 顯示一個人在線 其實 很多網友已經過來了 但是也沒有用 顯示出現問題 後來才修正 昨天很多網友就說 原來 應該就是網絡問題 YouTube 很多個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網友就說 好像要翻牆 才 可以 搞得到 我們其實受到YouTube的打壓也很嚴重 那麼究竟昨天是不是只是針對我們 還是整個YouTube的人都是這樣呢 就這樣看 似乎是很多人 斷線的 不只是針對我們 不過昨天我們直播完之後 我們收到一個email 就說 香港政府對YouTube施壓 要我們把其中一條片下架 不讓在香港地區播放 這個情況是以前試過的 當時我們就大爆料 就爆香港零一老闆 於品海 在大陸的財政危機 還有 有些在大陸參與過了一些不法行為 當然 於品海入品法庭 告我們誹謗 根據 他那邊 入品了 我們就沒辦法了 香港地區就不能播放 但是在大陸就能播放 所以我的大陸朋友也看到這段新聞 這些情況其實我們也試得多了 有部分 就是他要求 某些地方就不讓播放 好像之前 煙仔海也是 也不讓我們在香港地區播放 類似的 我們作為一個傳媒 有些需要爆發的東西我們也一定要爆發 每次我們 收到 任何的網友的提供資料 我們也會去查一查 我們認為 應該是報的時候 我們盡量也報 這是為了公眾利益 接下來如果繼續有其他爆料 聽眾們支持者可以把爆料的內容告訴我們 我們也會做一些 現在香港傳媒也做不到的事情 政府不讓你說 我們敢說 繼續說 主頻道現在遭受到嚴重打壓 最近 尤其是 講飛機 任何跟飛機有關的話題 全部都黃標 大家都明白了 很多網友 很多其他行家 都是這樣說 都是大量的黃標 我們把黃標都寫出來 你就知道我們會有多嚴重 我們平均一半有一半的黃標 我們盛在片多 一天有20條片 十條黃標或十二條黃標 你想想想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也可以加入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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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Pi Network 也可以加入Pi Network App Store 也可以加入Pi Network Pi Network 找到Pi Network 是紫色的標誌 入了之後 你輸入邀請碼 就是JohnTuesdayRoll 就可以找 幫我一起掘的 其實掘了之後 是你的那個幣 當然 你的加入 用我們的邀請碼加入 是會增加我們的速度 因為我們掘快了 多謝你幫我們掘快一點 但是你也有的 你也不用給我們錢 這個基本上我們也是希望 可以爭取多些免費模式 讓大家支持 因為 經濟環境 我們明白 我們不行 大家都不是那麼好過 我們也覺得應該要跟大家共渡時間 不像蘇斯王 收你800元 收錢 誰不懂的問題 大家要顧一下 我們的支持者 支持者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好 我們有錢 你們是閉毅 大家一起好 現在 經濟環境不好 就共渡時間 大家一起勒緊褲頭 繼續說回烏克蘭總統 他一年 基本上每隔幾天就會去 不同的國家演說 在英國國會 在英國國會的演說 令到很多人大讚他 是不是有邱根爾的風範 當然 他到了英國國會遊說 當然就是說邱根爾說過的說話 跟英國人 有共同的話題 起碼令到英國人覺得這個值得幫助 在美國國會也一樣 首先 日本偷襲珍珠港 說回很多美國人關心的話題 然後再說回現在最新的局勢 其實這個習年司機 我覺得 他的手腕 外交手腕 真是不錯 以及他的公關團隊 其實是搞得很好的 他的形象 不管他是否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在一個 作戰的狀態 在一個國家被侵略的生死存亡關頭 他 站出來 頂著 這些就是領袖的風範 當會有人去讚普京 但是有人說 蓮茨基不是好人 我覺得那些人說這些說話出來 普京 在掌權這20年 抓了幾多異見人士 殺害了多少 叛途外國 叛途俄羅斯的人 又或者 對俄羅斯不滿的記者被殺 他們竟然可以贊普京 在紅材偉立大席 但是習近平說這些習近平不健抗 短短幾年就全歐洲吞了 歷史以來歐洲哪有那麼偉大的戰果 如果是這樣 你也不用說甚麼 保世價值 說甚麼人權 法治 也不需要評論 你本身就是一個 暴君的支持者 獨裁者的支持者 本身你是喜愛獨裁 本身你是一個奴隸主的幫兇 你是一個奴隸主的幫兇 說甚麼 一點也沒有任何討論價值 那麼多年來 在俄羅斯的記者 多少報導真相記者被殺 多少爭取民主的反對派被殺害 被人投入監獄 剛剛 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一個年輕人 納瓦爾尼 又被判了九年監禁 你可以贊普京的嗎 普京可以贊的嗎 贊普京一定是人渣 一定是人渣 不用說的 所以那麼多年來我都不會贊他 只是覺得他有時做的事也挺絕 好像剛剛 他 出口去 那些國家要收勞報 沒有一樣 其實他真的是高招 說真的 也不太笨 懂得容易招 即時把勞報匯價提升 因為 很多國家要買便宜石油 就逼著換勞報 換勞報就不是黑市 即是說勞報又死不去 又被他救生 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手援 當然他也不太笨 我們繼續說回澤連斯基 他其實 之前去過美國 去過德國國會 德國也一樣 這次 他就去 日本國會 他也曾經訪問過以色列國會 是以色列的議會 十分之 就是那個 很有 power 以及 他真的 公關陣得很好 他寫的演說也很動人 使得很多人 對他的同情 起碼加分 這個世界有時人心欲造 當你 上門跟議員說話的時候 求求別人 說說自己的難處 然後表示希望你們可以做好心 幫忙 而別人看到你 也是堅強的去對抗 去抵抗一個侵略的時候 我覺得 很多時候的人就會伸出 同情之手 他在日本的國會進行演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參眾兩院的議長都列席 很高規格給他 覺得這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他希望 日本 可以繼續向俄羅斯施壓 日本 可能是近100年 唯一一個是將俄國徹底打敗的國家 因為很多時候就算納粹德國也沒有辦法 徹底擊敗當時的蘇聯 但是日本 就是應該 唯一一個 徹底擊敗蘇聯 俄國的一個國家 當然這是190405年的事 但是也要你看回當時 俄羅斯的戰鬥力也很強的 其實甚至乎跟現在 不會比現在差 所以日本是一個很重要的東方 牽制俄羅斯的一個國家 而如果 俄羅斯 在遠東地區被日本牽制 他更加沒有力量到處去搞 現在他好像瘋了一樣 又說要搞波蘭 日本又說要跟別人 拒絕和平條約 又說要搞波羅的海 然後烏克蘭又繼續不肯放手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光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一個賭徒 賭徒瘋了 什麼都亂來孤主一閘 遠東的戰線開啟了 哪有可能可以做得到 雙權難敵四手 北約 然後是日本 然後是美國 或是英國 加上聯合會議部隊 俄羅斯就憑你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